他不想当什么文艺女神 更不想当什么以托成名的冷面艳心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就像上阵黑股 疯狂冲刺到了历史最高点后 稀里哗啦的崩了牌 他是色界里又醇又郁的王瞎之 他是黄金时代里的又坚又冷的萧红 他更是分手的决心里的绝望主妇 可当你走近他才会发现 他远不止这些角色那么简单 他身上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气质 无人能模仿 更没有替代品 他就是当代最受争议的女演员 韩国视为瑰宝的影后唐维 1995年的一天 在杭州参加中系表演系的教室外 唐维身穿红衣低头拨弄着头发 焦急的等待着考试的开始 在无意间抬头发现一个男孩 正定定的凝视着自己 他的脸一下红了 那一年他们都是16岁 那一天他们都穿着红衣 像是情侣衫 那一刻他们一见钟情 更意外的是 这个叫朱宇晨的男孩居然是他的同级校友 也在杭州五次直高上高二 1997年高三 朱宇晨和汤维已经恋爱了 然而感情成功 学业失败 他们却双双落榜了 高考失利双双有复读 1979年 汤维出生在浙江月经的一个小资家庭 妈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演员 爸爸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 在他出生的前一年 《皇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色戒》 是作家张爱玲于1950年写的 28年后 这篇小说发表在《皇冠》杂志上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张爱玲婉言 最精彩的创作小说 也是在他作品中有举足轻重分量的小说 整整写了近几十年 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 花费时间最长的一篇小说 谁能发想到《命运的齿轮》 会在二十年后再次转动 家庭环境的熏陶下 汤唯从小就有文艺范儿 但父母并不想女儿走自己的老路 从小就阻止他参加一切和文艺有关的活动 他们就希望汤唯能考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 毕业后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 然后结婚生子 安稳简单地度过这一生 但他骨子里对艺术的倔强 让他无法顺从父母的意愿 他执意要考中系 即使考了三次才考上 高考三次复读两年 按理来说他会备受打击 但问到此时他一脸淡定 仿佛事不关己的局外人 真的一点打击都没有 也许正是因为他随性淡然的性子 让他能挺过人生中即将到来的大坎 2004年25岁的汤唯从中系毕业 这个年龄对于女演员来说 正值黄金年龄 可是对于汤唯来说 事业却是一潭死水 2004年他想另辟其进出会 参加了环球小雪北京赛区的选拔比赛 但只拿到第五名 他妈妈打电话询问主办方英游 对方婉言答复 汤唯很优秀但不够女人味 一传言已经27岁的汤唯 对比同期很多同学都已经成乎二的情形 彼时的汤唯还在慢慢悠悠的 混迹各个片场 很快他迎来了人生最关键的一年 发生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终于当上了电影女主角 在荧幕处女座《景花燕子》中 饰演正义的女交警田燕 第二件事就是刚出道 就斩获第六届电影频道 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女演员奖 与实力前辈桃红均分奖项 第三件事就是剧中男主角 大他两岁的北京演员田宇 走进了汤唯的心中 第四件事就是汤唯一生中 最具争议之作色界的导演李安 经过一番筹备 在台北召开色界选角发布会 他为女主角开出条件 要从会过人气质古典高雅 有魔鬼身材更要有演技 必须色意俱佳 选角同时在台 京护三地进行 慕名而来者云集 舒淇 周姓 张景初 张子怡 刘亦菲 大S 最终在一万多名应征者中 李安选中了新人汤唯 李安评价汤唯散发着 国文历史老师细致的女孩 李安面试汤唯一共表次 面试的内容从兴趣爱好 家庭情况到工作状态 感情生活 几乎包含了全部 李安承认 其用新人汤唯 他心里也没底 这部戏的成败 就在汤唯身上 但他愿意冒这个险 为了拍色戒 他拿出了全部身家 五百万美青 拍戏之前 他告诉汤唯 汤唯是微不足道的 真正有价值的是王家之 签下汤唯后 李安对他进行了 长达八个月的全面调教 实际通过 只是第一步 汤唯被带到上海 进行一个月的魔鬼训练 学习上海话 学穿旗袍 穿高跟鞋走路 唱苏州平潭 打麻将等等 每天近十个小时 这么一通下来 李安才终于和他签订合同 就这么说吧 拍戏118天 114天都在拍汤唯 在李安的指导下 汤唯开始慢慢地破茧成蝶 色戒拍出后 果然大获成功 这部电影成就了导演李安 他凭借该片 拿下了第64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诗奖 这也是李安继断北山后 第二次获得 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项 奠定了李安在华语电影的地位 李安还凭借色界 获得了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导演奖 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 让汤唯一夜爆破 获得了第44届台湾金马奖 最佳新人 汤唯身价暴涨30倍 不过 虽然导演因此赚足了各种名誉 但是片中的女主角汤唯 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为了这部作品 汤唯牺牲的不仅仅是 自己的身体和口碑 还有自己的现实感情生活 汤唯对色界的全裸奉献 没有得到男友田宇的支持 相反 他极力反对 因为当时两人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田宇不能接受各种议论 选择分手 不过 经过李安调教的汤唯 有了女人味 也开始懂得如何利用媒体 进行包装宣传 在见面会上 他小事牛刀 上演了一出拉链门 让大家见识了 这位辛庆安女郎的手段 影片本身造成的轰动 远比这些奖项更有影响力 一股响眼之风 迅速冲顶舆论置点 她为成功获锋 一线顶流的影盘女神 网上到处都是寻找卫山版 大家都懂的 其实哪里是去看电影 纯属是去学姿势 很多男性网友自费 跑到电影的第一放映地区 去观看卫山剪板 其艺术程度可想而知 小S说 超期待看到梁朝伟的床戏 不会怕影响拍照 早期性教育很重要 香港一位电影监制 发出疑问 这个女孩子如何嫁了出去 刘嘉玲看完电影 给梁朝伟发了一条短信 我很佩服你 打着欣赏艺术片名义 去看色界的观众 大家都只记住了 唐伟和梁朝伟的真强时代 色界在美国被定级为NC17 色界狂热的背后 一场更大的暴风雨正在酝酿 2007年11月23号 作家闫言文发表了一篇 充满火焦味的文章 名为 色界色情污染 李安导演因向国人道歉 还认为 汉奸被精心美化 民族抗日史被粗暴有趣 中国文化被色情强暴 色界是一次抢救历史的电影 并质问李安 色界要向年轻人灌输 怎样的历史观 另一位作家魏明伦跟进 我看完电影后 能从电影名字上理解的就两点 色就是防中之术 剑就是代表金钱的六克拉钻剑 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就可以瓦解掉民族情感 怕去切割瓦剌的编剧 黄济苏更狠 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中国蚁人战争 李安他们依然跪着 把李安骂了个体无完肤 终于2008年3月3号 广电总局关于重审 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文件落地 五天后 南方都市报刊载消息 唐伟被全面封杀 所有关于他的广告全部下下 任何电视台媒体不准宣传他 当时已经和他谈婚论件的男友 也离他而去 一波又一波的暴风雨 全部朝他一人砸过来 其实有时候我十分不理解 同样是一部电影 为什么剧中的梁朝伟 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导演李安没有受到影响 电影的主编没有受到影响 却只有一个女主角被封杀 那时的李安也感到十分抱歉 为弥补这个倔强的小姑娘 他甘愿为他背书 有人说 有华语电影的地方就有江志强 江志强是华语电影圈 最低调的老板之一 有媒体江志凤为教父 韩战 卓妖记 卧虎藏龙 色戒 英雄 石面埋伏 货原甲等 都出自他的手笔 产后付出的姚臣 三重门之后的张紫怡 都曾密会江志强寻求帮助和支持 在这样一位大佬的鼎立支持下 汤唯从被封杀到复出 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封杀令出来后 江老板便把汤唯送去了英国暂避风头 在此期间 他又为汤唯搞定了香港优才计划 汤唯摇身一变变成了香港人 封杀期间 汤唯在英国伦敦音乐戏剧艺术学院进修 空于时兼职模特当羽毛球陪练 甚至跑上街头卖艺 圈内不少眼红的人 止不住在背后讥讽这个爆火的大林女星 可谁会想到 两年后的2010年 香港爱情片《月满玄泥师》在内地上映 观众惊奇地发现 片中与张学友谈恋爱的 正是已淡出娱乐圈两年之久的汤唯 汤唯凭此片提名金马 金像奖双料影后 并摘下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影后桂冠 一扫以往风沙门的阴霾 2011年 汤唯拿下韩国白抢大奖的电影《晚秋》 也是江志强安乐影业和韩国方面共同投资的 2012年 江志强投资薛小璐 找汤唯来演女主角 最终 北京遇上西雅图在国内获得5亿多票房 创造华语爱情片票房记录 2015年 江汤薛再次联手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斩获7.9亿票房 创新华语爱情片票房记录 汤唯从此回归已显女性行列 汤唯与《晚秋》中结识了韩国导演金泰勇 更于几年后的一次聚会中 再次谢后金泰勇并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2014年 35岁的汤唯与45岁的金泰勇继结良缘 两年后37岁的汤唯在香港诞下一枚千金 尤其他的好友薛小路导演曾直言 他才不怕没有曝光 从出道开始就那样根本就没在乎过 因为这个从小就立志当个好演员的女人 一直没有怕过什么 他始终坚信 生活中的每一次转折 每一次变化都会影响表演 如果把人生比作无数座山 那汤唯的前30年好像就在不断地上山 直到今天 他才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顶峰 与灯顶的快乐相比 那之前的波涛熊穷都不过是生活佐料罢了 毕竟生命结局的美好 亦或是痛苦皆是人生的宝藏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